譬如說我們有一個物體放在焦點以內 我們來畫兩個光線 我們可以看出來 它會在靜後成像 所以是一個虛像 這是一個虛像 這凹面鏡的靜後是一個虛像 如果我們把這個物體呢 往外移動來到焦點 就像中間這個圖一樣 那麼 所成的像呢 會變成 平行線延伸出去 要在無窮遠處成像 所以呢 它的這個 像呢是 正無窮大或負無窮大 這是一個平行光 如果 從 這邊挪到這裡 再出了焦點之後 出了焦點之後呢 我們注意看到 這兩條線 光線 反射 這邊 反射 會在這一邊 成像 所成的像呢 是一個倒立的 實像 因為在 跟物同側 所以是一個實像 光線會到達這一點 所以你放一個布木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光會打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會看到這個像 而且是一個倒立的實像 好 所有這些關係呢 我們可以 把它歸納 成一個 從數學上證明 用幾何的方法可以證明出 對於平面鏡 對於球面鏡而言 sperical mirrors 對於球面鏡而言的話 P代表 物體 到 面之間的距離 像這個 物體在這裡到面的距離 所以是P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個I呢 I是 向 到鏡子 之間的距離 就像這個I 在這裡 另外還有一個 長度呢是 就是我們的 焦距 焦點到 主 頂點 之間的距離 就這個F 所以有P I F 三個距離 這三個距離之間 導數 再成立這個關係 P分之一 加 I分之一 等於F分之一 物距的導數加上 相距的導數會等於焦距的導數 這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係 我們在前面已經證明了 焦距 球面鏡的焦距就是它的曲率半徑的一半 OK 這個是 我們待會會來證明這個式子 那我們平常在用的時候呢 就記得了 如果你比如說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如果 F P等於F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 就會變怎麼樣呢 剛好是 消掉了 I分之一等於0 所以I呢 當然就要等於無窮大了 或負無窮大 OK 所以這就是對應到中間這個圖 那麼如果呢 我們考慮這個圖 比如說 我們的P 比F還來的大 P比F大 所以 你要加上一個數 才能夠 等於F分之一 所以I呢 是一個正的 正的 並且呢 它一定呢 更大 因為才能夠 加上的數 比較小一些 才會確定於這個F分之一 所以 我們 因為這個P 比F還大嘛 所以 就有這樣的一個性質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一些 之間的關係啊 都可以有幾何上的 透過這個公式來 來 決定 究竟 相的位置 物的位置 和焦距的位置 又比如說這個 我們可以看出來 P 小於F P 跟F 比起來的話 這邊是 比較小 所以 這個導數 比它大 那當然這個就必須是負的 才能夠 變回F分之一 所以 必然得到一個虛的向 虛的向 I就是負的 所以這些我們可以透過很多的例子來練習 來熟悉這個公式 那麼這個公式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剛剛考慮的是凹面鏡 如果今天我們考慮的是凸面鏡的話 像這樣的凸面鏡的話 我們的F要記得要帶上 負的 焦距 焦距是負 好 那麼 這個公式也可以應用在平面鏡上面 因為平面鏡就相當於是 我們把 這個焦距拉到無窮遠處了 這個如果越拉越平的話 焦距就拉到無窮遠處了 那麼 F如果是無窮大的話 這項就變0 所以P分之一等於I分 P分之一加I分之一等於0 也就是P等於負I P等於負I 所以 就是我們在平面鏡所講的 P I 兩個是相等的 物到面的距離跟向到面的距離相同 但是因為在靜後所以I是負的 OK 好這個就是 這些式子 透過這個 公式呢 我們可以來理解所有我們的現象 都可以透過這個式子來規劃出來 通通把它 統一起來理解 好接著呢 我們就要來證明 這個式子是怎麼來的 OK OK 我們要證明 Sepherical Mirror 球面鏡 它有這樣子一個公式 P分之一加I分之一等於F分之一 而F呢是二分之R 所以就等於R分之二這個公式 好這是一個凹面鏡 我們考慮 霧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霧呢 發出兩道光線 一道光線就沿著 我們的鏡軸 O 入射反射 所以在這條線上 OK 那O呢 再發出另外一個 光線 打在這個位置 經過反射 到這裡 跟前一個光線在這邊交匯 所以向在這個地方 所以O I 是 我們的 物句 跟向句 所以 P是這麼長 I I 是這麼長 這個I 好在這裡呢我們再把 C把它 標示出來 在這個圖的C呢 也就是曲率半 曲率中心呢 在這個地方 所以R就是這麼長 這個半徑這麼長 我們知道 反射定律要被滿足 也就是 從 這個 圓曲率中心呢 向 讓 這個 反射點 拉上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 當然就是 穿過這個球面鏡的 髮線方向 所以 這就是我們的髮線 根據球的定理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 圓的定理 知道這個呢 是一條 跟 這個 圓的 切線垂直的 半徑向量 好 換句話說 我們知道 這一道光 入射再反射 一定要滿足 入射角 反射角 所以這個角是θ 這個角也是θ 所以我們定義幾個角度 第一個 我們定義 歐發出去的光呢 跟 x軸的 假角是α 然後反射回來之後 再跟x軸的假角 我們叫γ 然後 從 曲率中心 向反射點 引 一條線 這條線 跟x軸的假角 我們叫β 所以我們有四個角 α β γ θ 這四個角 我們來看這四個角必須滿足三角形的一些 角度的一些定理 首先我們知道 β 是這個三角形的外角 所以β會等於α 加這個θ β α加θ 第一個 我們看這個三角形 得到的 再來呢 我們看 另外一個三角形 γ γ又是這個三角形的外角 所以γ呢 會等於這個θ 加這個β 所以γ 我們先看這個好了 可以等於α加上2θ γ是這個大三角形的外角 所以是α加2θ 再來呢 α α α加γ呢 α加γ呢 這個對β而言的話 我們把這個 % 如果把這個式子 倍 而 這個式子 spontaneously reno 下减的时候,2α-α,剩下一个α 然后这边有负的γ,搬过来就变正的γ 所以有一个α加γ 然后2θ跟2θ就减掉了 这边的2β留在左边 所以就得到这个式子 所以α加γ等于2β 所以这个式子里面就没有θ了 前两个式子都有θ 而这个式子没有θ θ是因为它已经是入式的了点反正的了点 所以它基本上是相等的角 所以在我们的计算过程当中已经消掉了 好,请注意到α加γ等于2β α是这一个角 是跟p有关的这个角 γ是跟i有关的这个角 β是跟这个曲率中心的这个有关的角 它们这三个角要满足这个等式 再其次呢,我们把α α是这个角 它所对应到的这个α 我们做小角度的近视的话 α可以近视为tgα 对不对 而tgα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长度 除以这个长度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图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球面镜要作为抛物面镜的一个近视的一个条件 就是这边的角度必须很小 α这些角度都要很小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用这个高度来除以p 所以α可以就近视为这个高度除以p 所以就是这个弧长 这个弧长除以p就是我们的α 这三个弧长 好,β呢 是对应到这个 这个地方 所以是用这个弧长除以r 同理γ呢 就是这个弧长除以这个r 除以这个γ就除以这个i 所以 大家都是这个弧长分别除了p r跟i这三个长度在分母 那么αβγ要满足这个角度三者之间的角度关系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然后分别把他们所对应到的 刚刚这边αβγ所对应到的这三个量 通通放在这个地方 很快的这个弧长全部消掉了 所以我就得到p分之1加i分之1等于r分之2 那我们不要忘了r分之2 其实就是r分之1 r分之1 r分之1就是交距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了p分之1加i分之1等于f分之1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球面镜的这个基本的公式 p、i、f三者之间必须成立的一个公式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的f当然是正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凹面镜来考虑 凹面镜的f呢 会在p的 会在o的这一边 好 这个是我们证明出来的很重要的关系式 所以 对于这样一个面镜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公式来做一些光学上的设计 所以这个公式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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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